沒有好球 兩塊球 這球拉起來 打成了一個 哇 這是一個 兩分蛋 哇 江振浩 打出了一支兩分蛋 也使韓國隊現在取得了3比2領先 所以當人已經退到懸崖一邊了 再掉下去 再往後退就要掉下去了 本身碎骨真的是產生出來的這個 反彈的能力真是蠻強的 韓國隊當然知道這個半局 是他最後半局的機會 所以面對像郭文智這樣厲害的投手 還是打出了全場進攻能力最強的一局 攻打了一個三分